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夏至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夏至是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的时刻 通常发生在每年的6月21日或22日 它是北半球的夏季开始 南半球的冬季开始 以下是一些与夏至相关的特点和活动 最长白天 夏至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时刻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间最早 落下的时间最晚 这意味着夏至期间有更多的阳光可供利用 人们可以享受更长的日照时间 太阳高度最高 夏至时 太阳的高度在一年中达到最高点 尤其是在北半球的北纬区域 这导致了更多的日照和更强烈的阳光 使得气温升高 天气变得更炎热 夏至节庆 夏至在许多文化中都被视为重要的节日 人们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和仪式来迎接夏季的到来 这些庆祝活动可能包括户外烧烤 勾火晚会 舞蹈表演 音乐节和花卉展览等 农事活动 夏至标志住农作物的生长季节的开始 农民们会在夏至期间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管理和收获工作 这是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时间节点 也是确保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 夏至的日期和特点可能因地理位置和文化习俗而有所不同 在南半球 夏至的日期与北半球相反 即在12月21日或22日 同时 每个地区的夏至传统和庆祝活动也可能有所差异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